Decision Mathematics 决策数学 在第一章中大家学到的第一个算法 就是Bubble Sort 很多学过的同学经常问我一个问题 说Bubble Sort非常简单 做起来也很快 但是在简单的理解过后 就是往往有一个很复杂的书写过程 很简单的题 我不敢写少 我每次我的答案写得非常非常的多 很麻烦 非常非常的耽误时间 那么我教大家一种写法 具体的在考试中和做题中 应该怎么来写这个过程 又能省时间 简化你的过程 又不会丢分呢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我就举一个少一点吧 就16 28 18 25 20 我就写五个数 好吗 我们先来看Bubble Sort怎么做 Bubble Sort非常容易 先拿一个Bubble圈 前面两个 对不对 我们看要不要交换呢 不要 保持这个样子 16 28 18 25 20 下面Bubble到了下面两个数 28和18 要交换位置 16 18 28 25 20 下面Bubble到了28和25了 仍然需要交换 16 18 25 28 20 下面Bubble到了最后两个数 28和20 要交换吗 要交换 16 18 25 20 28 这样一个Path就算做完了 到这为止 我们叫做First Path 下面怎么做 我要从一个八报从左到右再继续写 好 这是同学们遇见的比较麻烦的写法 我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如何书写 大家想我现在写了五行 有几行没有必要呢 其实只有最后一行是必要的 中间的过程都可以不写 换句话说 大家在做BubbleSought的时候 不需要每一个Bubble每一步都写的清清楚楚 只需要写一个Path的结果 那有同学跟我说了 我这样一步写下来 我不知道啊 我怎么能跳过这些步 好 我们重新试一下 16 28 18 25 20 我们自己在脑子里想这个Bubble Bubble首先在16和28 要不要换呢 不换 是不是啊 不换 写16 我们只写左边的数 所以这个技巧就是记住 写左边的数 下面Bubble到了28和18了 要换吗 要换 换过来 写左边18 自己在脑子里想 28换到后面了 下面28和25 Bubble到这了 要不要换 要换 写左边25 现在28到了这个位置了 28和20 要交换吗 要交换 写20 最后28 落在右边 这就是我们的 first path 跟上面的结果是一样的 剩下呢 我们再从左往右来看 16 18 不交换 写左边 18 25 不交换 写左边 25和20 要交换 交换过来 写左边 20 25 25和28 不交换 写25 最后把28 落下来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 path 好 大家再检验一遍 这个结果 已经是我们需要的 ascending order了 所以这个题就做完了 看 所以说 做这样一个题 我们只需要这三行就可以了 第一行还是抄的原题 千万不要像上面 每一个八报 每一个过程都写出来了 这样浪费时间 还不占分值 但是每一步的 path 的结果 都是有分值的 这才是我们大家做 Bowasalt 需要写清楚的过程